战国时,有个楚国人坐船过江 哎呀,不好了,我的箭掉到江里了 我的箭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 你在找什么呀 我在找我的箭 小朋友,你说他能找到宝箭吗 当然找不到了,因为船已经走了 而箭却没有走 后来,人们就用客舟求剑比喻办事固执 不知事物在发展变化 妈妈总是用老眼光看我 不管我做什么,她都说我还小 她这样做,不就是客舟求剑吗 不知事物在发展变化 不知事物在发展变化